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了 第十九届第七中全会 已经确定以习近平为核心 而且刚刚讲的 不管四个坚持 四个领导确定习核心 这都已经确定 习近平的权力稳固 他要顺利的从十九届 过渡到二十届 他继续要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 但就在这个时刻 拜登却对习近平 做了一个核爆式的攻击 这个攻击有多么可怕 CNB是怎么形容 他说这个攻击打下去的话 中国要重新发明轮子 也就是你的科技 你要重新再来 而到底有多严重呢 在中国的一份文件里面 居然提到说 它有一个常心储存厂 这个储存厂外观已经盖好了 外观盖好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 因为它现在的设备进不去 进到里面的设备 竟然不能组装 常心储存是一个非常大的 半导体的产业 结果就让盖到一半 不能动了 还不动了 我认为你